国际长期旅居海外国人出国6个月以上 可以选择健保、停保、暂停缴费 返台后再付保就可以使用台湾的相关医疗资源 这样的公平性频频受到讨论 健保会今天达成共识 为了提升健保的公平性 将汇除旅外国人停付保的制度 我们在讨论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委员觉得说 因为我们的健保是强制纳保 所以大家的权力义务应该都是一致的 所以适次针对海外回国的这些旅外国人 应该要有一致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就废除停付保 就一定都是应该是下保 健保会将会证委员的意见送交卫物部 由部长陈忠做最后的排版 一旦执行 预计每年会影响16万人 每年月可增加26亿元 健保会另外一项达成共识的 就是调高投保上限 将从现行的18万2千元 调到21万6千元 我们委员又有说你可以再调高一点 有委员说我们要配合说 你那个下限的一个调整的幅度 你上限也应该同样的调整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给部里面参考 健保署原本为了落实分级医疗制度 以及改善民众大病小病都往大院跑的坏习惯 在这次健保会提出一般药品 慢性处方签检验检查和急诊项目 将浓入分级医疗制度进行调整 眼里调长10%到20%左右 我参加委员认为 健保署相关配套规划并不想金 这次的调整案里面 影响的民众高达70%的被保险人 那一年增加1千块以上的 就高达400万人以上 所以对这么多人要增加部分负担 健保署除了背景资料分析的不完整以外 更没有讲说那这些负面的效应要怎么样因应 对政策真的是利多吗 我们说的检验检查都是医师处方出来的 假如我们的处方都是对的 我们的处方都没有浪费 都是应该做的那他就是实际反映民众的需求 所以你用民众来提高检验部分负担 或增加是完全不合理的 这个跟我们的差而依才有选择 跟我们药品可能有替代是不一样的 何况民众怎么会知道 我要做多少的电脑断层才是对的 我怎么知道X关部好电脑断层才是好 民众完全是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检验的部分负担 是完全背离医疗现场的一种服务 非常多的药品 是在区域医院跟医学中心以上才可以取得 我们都知道在基层跟地区医院 他所采购的药品可能跟医学中心不太一样 非常多特殊的用药 这些地区医院以下层级 甚至基层级 他是不会采购的 所以病人只能在这些医院才能取得 结果病人在这些医院取得 在这里拿药的时候 你却增加他的部分负担 更不用提整个医学中心跟区域医院 在使用原厂药或是特殊用的比例 其实是相对其他比较高的 这些都是反映了政府没有能力做全面的处方释出 到民众到社区药局去领药 却用加重民众在特定层级的药品部分负担 急诊更是 急诊的 急诊不是只有重症还有急诊 我们把这个四五级的病人 叫区域医院跟医学中心急诊 单次的看病会超过一千块以上 那真的会抑制这些人去使用吗 第二个 所有去急诊的病人 即使他不是重症 他都不应该去急诊 我们急诊除了急诊还有就近这个需求 我觉得政府在考虑用减伤分类 作为收费标准的时候 这一件基本上就已经违反急诊的专业判断 我觉得政府要三思